刚刚跟各位提到 台湾的一个里长 各位 他的月薪是四万五千块 政府有提供他一台 那台湾的 县市议会的议员 大概薪水大概十万 十万 立法委员大概十八万 各位那县市政府首长呢 那要看这个县的人数是多少 再来决定 基本上说起来就 以这个所谓的 新竹县 苗栗县 各位这种县长一个月 大概也是不到二十万 那乡镇市长呢 乡长大概六万 各位镇长大概八九万 大致上是这样 可是 选择过程花了多少钱啊 宣传车要不要钱 要嘛 送扇子要不要钱 要嘛 卫生纸要不要钱 要嘛 送原子笔要不要钱 要嘛 你要是吗 各位 看板要不要钱 要嘛 各位到处都是钱 请说明文中提到民主的梦魇是什么 各位 台湾的选举啊 庆庆菜菜 花上千万 这场有的是 搞不好还要花上亿 我们刚刚刚跟各位算了一下立法委员包含这个年终奖金啊 啊 一个月十八万 一轮四年啊 再来呢 每年领十四个半月加起来都不到一千一百万嘛 那他选的过程当中花了至少三千万起跳 他怎么赚回来 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吗 各位如果 这一个候选人 他最后当选 他最后当选 他货了那么多钱 他要不要赚回来 那一定要嘛 台湾人有一句礼遇也在想什么 台湾的生意有人要做啦 了解也没人要做啦 亏钱的生意没有人要做嘛 杀头的生意有人做 什么叫杀头的生意 贩毒啊 走私啊 这杀头的有人要做啊 亏钱的生意谁做啊 蒋勋老师在这篇文章当中啊 提到了民主的梦魇 各位同学 成为我们刚刚所说 这些工人员的薪水并不高嘛 那如果后面是财团 后面的金主 我支持你 你这次选举三千万 全部我出啦 拿人手短 吃人嘴软 你以后要不要feedback 你要不要回馈啊 我叫你做啥 你要不要做啥啊 讲个不好听的话 人家是老大的啦 你我小小的啦 我叫你做啥 你就要做啥啦 什么意思 我是老大啦 你是我的跟班的啦 我叫你干啥 你就干啥啦 你基本上说起来 是我手中掌控的一个傀儡 这就是民主的梦魇 此时此刻民主不再是 人民做主 人民当家 此时此刻代议事 包含了市民代表 乡民代表 正民代表 市议员 立法委员 从最基层的到国会议员 如果真的被某个企业团体 金主所掌控 这是民主的悲哀啊 这是民主的悲歌啊 表面上 选举是人民权力的展现 但事实上 选举的高昂费用 出于特定的投资者 候选人在当选之后 那必须要回馈啊 回馈我的金主啊 回馈我的财团啊 我愿意成为他的看门狗啊 我愿意成为他的门神啊 我愿意成为被他掌控的啊 这是一个丑陋的利益循环关系 这个丑陋的利益循环关系 就是民主的悲哀 这就是民主的梦魇 好 同学我想讲学老师的这篇 选举美学 我们跟各位讲到这个地方